腦麻痺症的成因是很多样化的 但通常父母不一定一出生就知道他会有这个病 都是随着孩子一直大才发觉 当然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出生时都已经知道他已经缺氧 或者受了伤 例如出过血或者患过一些老亡炎 那些当然他在出生时都知道 或者都担心他将来的发育会差一点 如果在香港来说 数有几个这些患者呢 就是如果我们计算每年香港有四万个 或者七万个、八万个新生的婴儿 每一千人就会有一个至两个 数起来就是我们香港每一年都有几十个患者 而这些患者是一直积累下去的 每一年五十个,十年就五百个 因为如果他们的产育程度不是那么高 他们的寿命都是跟正常的BB 或者年轻人是差不多的 产育高的病人就会是年纪轻就会致命 但是那些就不是占大部分的 其实大部分老麻痺症的病人 都是手脚是比较差一点 比如有些病人的问题是很僵硬的 有些僵硬到实际是痛的 这些是需要接受治疗的 但是虽然他们的产育程度可能会很高 不过有很多这些BB的智力 或者智能的肺育都会接近正常的 这个病就比较概括一些 就是一些出生的时候 一些老损伤 所以刚才说那些 比如手脚的问题 如果他是武力的 那些就需要坐轮椅 要长期照顾 他比如吃东西有问题 亦都需要特别的 就是喂他的食物 以及喂他的方法 有时是需要 如果很残废那些 有时还需要一些喉管 那样喂他 那至于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比如他是 一些癫痱得很密的病人 就需要吃很多药 去控制电弹 如果是手脚很僵硬那些 那就要长期吃药 如果有些僵硬到 即是长期是痛的 那连父母照顾他 需要付出的努力都很大 那些都是很不满意的那些 那些有时就吃口服的药不够 那有时就直接要考虑 譬如做手术 就将那些僵硬的那些神经切断了 来令到他可以护理得比较正常一些 或者护理得让父母不要那么辛苦 这个是可以做手术的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些药物 而那些药物可以直接放到神经里面 就是放一条管进去 就是用一些噴 可以长期给药 那这两种疗法都是我们 都是常规性用的 至于语言和智力方面的锻炼 这些也是一些长期的东西 那些父母都是会很辛苦的 就是长期要照顾这些东西 细胞治疗 其实就是在两方面是帮得到病人的 那第一方面就是 如果那个病本身是一个脑部受损 脑部受损其实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那些细胞坏死了 没有了 那另一部分就是那些神经线是断了 也是没有了功能 那细胞治疗就是一些不同的细胞 可以令到断了的神经可以恢复功能 那另外一个细胞治疗的功能就是 一些神经细胞是没有了 而这些细胞可以分化成一些神经元 去取代这些失去的细胞 那那个理论基础就是在那里 选择细胞那里 就变成有两种人去选择 一种就是我选择一些已经分化了的细胞 是接近神经细胞的 这样去放进去脑里面 那这一种呢 就比较在技术上和理论上 都比较难做一些的 因为如果我们将一些细胞 在体外做到好像神经元那样 放进去呢 你放进去呢 它未必可以取代到失去的细胞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会用一些细胞 好像磁带血的单体细胞 那这些细胞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细胞 那就理论上就可能对一些 对一些老部受损的病 可能的用处会多些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 办之白了解到 我们怎样可以帮助 一些损害了的老部去收复 那如果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细胞呢 那就有些是钢细胞 有2-3%是钢细胞 其他那些是一些不同种类的 单体细胞 那就可以针对到那些免疫系统 和一些发炎 那很多不同的机制呢 都可能可以照顾得到 那现在我们那个理论基础 都是去到那里了 那细胞治疗 在香港其实都很多人做的 那不同的病都有做 那脑麻痺会有人做 那我们就会做一些 譬如脑出血 脑部受损 和脊髓神经受损 这几方面都有做 其实我们都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做了一些准备功夫 因为都要跟小鱼科的医生 和研究人员 一些细胞治疗的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和我们自己 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准备 就是用一些持带血的单核细胞去医治 一些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是有脑麻痺症的 我们的准备功夫做完了 现在就随时 如果有一些适当的病人 我们都会把它放入 这个研究项目那里 去进行这个治疗